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話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走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內隆去密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這個問題真真正正可以被解決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那位特首或者那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做 好了 我們今晚會繼續講一講 我們在我們的政綱提出很多的幾個項目裡面 其實我們具體可以怎樣做 令到香港會變得更好 和我今次一起做的主持 除了李永康之外 我們都有Francis 上次大家都聽過他 還有一位特別的嘉賓是Bella Yip 或者Bella 我一陣子跟他一次講的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Bella會出現 我們上次是講關於醫療方面的 其實醫療很多具體方面的問題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未曾真正正是很深入去講的 但是我們在這麼多的問題裡面 我們相信 憑同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一直都是很困擾的 我最近 可能兩三日之前 原來香港有一個最近有一個調查報告 就是關於香港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那個數字的比例開始跌了 它所謂的中等家庭 是講一萬元到四萬元收入的家庭 那跌了多少呢 我一時手上 那資料不是我手上 大概跌了幾個%左右 那另外呢 是低收入一點 低收入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家庭裡面收入是一萬或者以下的 那數字是相應是增加了的 那在我正確方面我都提出 那香港其實呢 在我們的官方的資料裡面 都看到香港原來有超過一百萬 是活在那個貧窮的邊緣裡面的 而且這個數字呢 不斷地上升 那剛才我數字已經有一個例子 這個數字 我幾天之前在報章看到的 那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就是我們要知道有什麼問題先 那問題是為什麼出現呢 那很明顯就是 最容易看到的問題就是 香港不是說沒有什麼 不是全部都是窮人 香港其實有很多有錢人的 那這個問題很明顯是一個 財富分配得不均勻 那而我們香港 除了我所說有一百萬人 是一個貧窮的人 那也都有四十萬個人 那個流動的資產 總值是多過一百萬的市民 就是有四十萬人呢 它隨時是有一百萬元 可以拿出來去使用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 香港是很多世界級的 超級富豪在香港 那這個就是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香港也都有些人 是很有錢 很有錢 也都相對是 開始很多人是 非常之窮困的 那這個就是 那天貧富那個分配不均勻 那我再看清楚一點 那這些是什麼人來的呢 那往往我們看到呢 那根據香港那個統計處 2007年7月出版的 香港統計月行裏面提到 原來在2006年 香港是有成29萬的 縱緩的個案裏面的 那其中有超過一半 就是51.6% 是老人家 或者是永久傷殘 或者是那些身體不好的 那它都佔得差不多 起碼成14.3% 那也都有為 有些是因為單親家庭 那都佔13.3% 那就是你整體來看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其實很多人的貧窮的原因 都是有很多時候 跟身體不好有關 就是它不能夠出去自己做事 那或者可能的環境 那單親的環境 它又不可以 就是不理小孩子 那走去做事那 那當然我們大家一向都是 想一下怎樣幫他們 那當然很直接的方法 我一遇到這些問題 我都想著 我們給多些中門那方面 應該那個津貼比較多些 老人金又多些 生果筋又多些 那當然這個是一般人來看 就是一個最直接的解決方法 那既然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謀生 那我們唯有直接幫他 是吧 但是我們大家也經常都聽到這種說法 就是你與其給他吃 不如教他自己去釣魚 更加好 那就是很明顯 比較有效些的 我認為正確些的解決方法 都是幫助他 恢復他工作的能力 等他自己可以自己更新 那行動的方面 其實我剛才說了 那既然我認為 那個身體的問題 是一種很常見的主要因素 那我們覺得 如果能有辦法 令他們健康可以改善的話 那他們令到他 可以恢復他的工作的能力 那這個很明顯 是幫助很大的 第一他們可以自力更新 第二他們不需要再繼續 大大依賴我們那個 公營機構的醫療體系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醫療費用 在官方的醫療費用 已經超出了七百億 然後不斷地出現赤字 這兩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能夠令到他們 健康恢復 能夠有工作的能力之後 那其實這個問題 是雙重可以解決得到的 當然這個是我們 在我們政綱裡面 在重心裡面 勾出這個問題 那個精要的地方 是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的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呢 我們都想到 因為包括我們老人家 其實很多老人家 不是說不想做事的 但是始終我們香港的 營商環境是越來越困難的 變成很多老人家 雖然他身體還好 還可以做事 都很多時候 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讓他做到事的 當然要一間公司 請一個老人家去做事 可能是不容易的事 但是香港 我也都聽過 譬如我們在中環 那個地方 都發現有些當攤 老人家去買煙也好 賣花也好 我們都提出可以做一下 這方面的工作 好過一味就是靠縱緩 大家都知道 在外國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靠縱緩 很多時候會令到人 更加依賴他 可能本身也會鼓勵貧窮 當然 可能有些人都認為 這是長遠的資計 但是真真正正 我認為都是一個 更徹底的解決方法 你剛才說到 關於設立老人攤檔專家的政綱 有一件事 真是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 這個社會裏面 是那個商業主導的元素 是很重要 你發覺所有那些 所謂行人專區也好 所有商業區的設計也好 他們是不會鼓勵 可以給一些地方 給一些另類人士 去做其他的活動 或者可以說 給一些老人家 或者低收入的人士 他們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他們會出來 去用這個地區 去發展他們自己的事業 最近來說 其實 你說說天水圍 都已經是因為 那個問題 一直以來 政府一直忽視得很厲害 最後搞了很多 這類新聞 政府才開始想 去設立這些所謂 就是攤檔專區的事情 其實都真的可以說 政府在這方面 是真的嚴重不足 就是對於這些人 你想想 比如說老人家 出來買個水果也好 做少少小販 就是做少少小販的活動也好 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說 有人投訴也好 什麼都好 他們可能會被人趕走 所以 老人家 他們本身想自力更新 其實香港 政府 他們的支援 不單止不夠 他們還有不鼓勵 然後他們直接 用的方法 正如剛才醫生 你所說 就是用錢去補助 其實這一種 就是可以說 但是現在香港的環境之下 你們覺得 有什麼地方 其實可以讓老人家這樣做 因為所有事情 你都知道 規劃是很重要的 但是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一個規劃 這樣去設計 永遠都不會留一些空間 留白一些東西 給人去做一個自由活動 其實香港真的有些什麼 這個不是太好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做 其實不需要很多規劃 其實很多政府工地 都是沒有用的 例如租了 放了出去 給人做廢車 停車場 就是工地 其實設置一個 就是Farmers Market也好 或者Open Air Market 不用很多資源 只要政府肯 拿這個地出來 便宜租給這些團體也好 其實買幾個帳篷 有沒有帳篷也好 其實那些人 知道那個地方 有東西賣的 有東西吃的 或者是一個Enclosed的地方 那些小朋友 可以在裡面玩的 有些人做表演也好 有些Entertainment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星期六日去的地方 消費的地方 那些人又可以 用他們的手藝 技術 去做一些人想賣的東西 是的 我們記得 在我過去 很多病人的經驗裡面 我們發現 香港其實 有很多人 譬如在 擺花街 花埔街 或者香港 中環那幾條 窄窄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 在做這些小生意 其實他們的生日 是可以很好的 他們真的可以 買樓 可能有幾成樓 這樣 其實香港是 過去 在這些空間 還有的 這些小本經營 小生意 其實是 一直都有在 我們記得 小時候 香港都有 新田地 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外國的朋友 來香港 我們都走 帶他們去這些地方 看到 在新加坡 一直過去都一直有很多 雖然 最近看到 他們都不公開 但都是一個很規劃的地方 給那些人 經營一些小生意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政府 可能最近都有點想到 可能是回心主意 也好 有聽聞 他們又想重新 再發放一些小販的牌照 其實 香港是可以有很多 所謂行人區 其實在銅鑼灣 我已經看到 這些規劃性的行人區 所以在到特定的時候 可以讓不同的人 去擺放一些當攤 我記得在德國 我不記得 一個小小小小市鎮裡面 那些朋友 通常都是到周末 都帶我們去的 所謂Farmer's Market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地方 不是一定很大的地方 它只不過是在街上 那裡 那些車不准走 很多當地的農人 就把那些 產品 農業 農作物 拿著自己的貨車 開到之後 貨車後面打開 就很多東西可以賣 那這種情況 我覺得在很多地方 我最近在Vermont 在美國 Vermont 也都見到很多這種 現象 那 即是香港 你都看到 其實各地都可以看到 我們經濟 我們經濟 越來越操縱這些大的機構 大的團體方面 令到香港的一般的小市民 謀生的空間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我補充一下 醫生所說 其實當香港以前 那種地產主義的色彩 沒有那麼濃厚的時候 你的而且 那些官 和小販 大家要達成一個協議 因為小販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 都已經在 所以他經常 都要給他一個牌 然後讓他繼續經營 然後在上面 發展你的商業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但問題 如果你想想 今時今日 香港 沒錯 有很多廢字的空地 即是剛才Bella所說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其實那些地 大部分 都已經是被那些地產商 其實已經是買了 嗯 即是可以說 其實已經是全部 大部分 很多已經是圈了 那 政府 基本上 其實我們 都不知道 現在香港還有哪些地 現在還有多少空間 是真的可以 政府是可以拿出來 再被別人 拿一個牌照 去做一些所謂的 Farmers Market的東西 那 那些廢車場 即是 如果你說要發展商 拿出來 他更加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 如果我給你 做生意 做完一段時間 然後我收回 他會覺得 哇 又麻煩了很多 即是他不寧願賺那些 他寧願 總之有某一個時候 我去到 譬如說 樓市好了 那他呢 就起樓 是啊 他就起樓 其實是 香港整個生態 就是被這些地產主義 這些東西去操控 結果 就好像醫生剛才所說 就是 你市民那個謀生的空間 是越來越小的 是 即這樣是真是幾何悲 都是說多一句 那 那 那 Bella 他在這方面 其實為香港 做了一些很具體的工作 即不是說 即理論上這樣說 其實Bella 在最近這一兩年左右 是吧 就開始 成立一些 本地的生產 一些 再用的 清潔物質 譬如 簡易 清潔劑 肥皂 這方面的 那他的做法呢 就是怎樣 可不可以詳細說 說一說 是整個運作 其實我要更正少少 其實我那些 產品 其實我是做肥皂的 其實 是啊 但是那些肥皂 可能之前很多人都會聽過 香港有 有回收肺油的肥皂 其實我做的那些 就不是回收油 因為我知道 香港人 接受不到這個 這個 即是回收肺油 這個東西 還有其實回收肥皂 做肥皂本身是源自於日本的 因為日本那些肥皂 其實 可能人家炸三次天婦羅 就不要了 那就拿去做肥皂 那些油液味都不太重 但是香港餐廳 回收回來的那些肥皂 油液味是很厲害的 那做出來的那個肥皂 其實都會有油液味 是清除不到的 暫時都 還未找到方法 但是其實香港人 買很多外國入口的天然肥皂 其實香港人都會知道 化學東西是不好的 他們都其實很有意識 要用天然產品 但是呢 我自己本身都是買 一些外國入口的天然產品 但是呢 當我有一次 將膠樽拿回去 經銷商回收的時候 因為那個樽明明寫明 是可以回收的 在當地 就發覺原來回收不到 因為呢 這個運輸的問題 沒有理由 那支運的吉樽回美國回收 那個運輸費 比那個肥皂更貴 比那個利潤更貴 然後我就想 是否有些問題呢 那為什麼香港 不可以出產 他們自己用的肥皂呢 原來是香港 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因為如果 你用高質素的原料的話 你都可以生產到一些 高質素的清潔用品 就是用來洗頭洗身都好 那些人都會很喜歡的 其實 那如果香港的消費者 可以知道原來 他們做一個選擇 只不過是購買的時候的選擇 就可以其實對本土經濟 是會帶到影響的話 那如果多些人有意識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改變 那我知道你是 你簡直是在香港 設立一些工廠 讓一些香港的婦女界 她平時可能找不到工廠的工作 或者她沒有真真正正 可以找工的能力 那你就要他們幫你 製造這些天然的肥皂 其實這個是我想做到 達到的目標 但是現在暫時 因為我也是剛剛開始了 那產量 那個需求都不太大 我自己一個人已經做完了 但是我很希望推動到一個社區 去生產自己要用的肥皂 譬如一個社區可以是一班人 一個村 一幢大廈 都可以的 如果他們自己有人生產 自己的社區 要用的肥皂的時候 一來可以改變 改變了有些人的生計 二來又不需要去買那些 那些利潤去了marketing branding 廣告的產品 其實對環境 對人的生計 對所有東西都會好 最終是想做到這件事 那如果將來支持這種產品的 本地製作的環境 保護環境的產品多 那你具體上 你會覺得有些什麼可以再進一步去做呢 你現在是自己一個人可以解決 是呀 是呀 包裝啊做什麼都 你會做肥皂嗎 是呀 全部都是我手做的 那如果大規模一點做呢 那你會怎樣 進一步可以怎樣做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大規模的話 小規模一點 不要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所以其實我很希望 搞識其他婦女 因為我覺得婦女 其實可以再加工作是最好的 是對下一代最好的 因為現在那些婦女 尤其是低收入那些 其實一日到下都要工作 其實沒有時間照顧小朋友 那香港小朋友 其實最缺乏的就是愛 那當家長在圍戶口的時候 要奔波 那你哪有時間說愛呀 煮飯都沒有時間 去吃快餐就算了 那其實整個家庭已經瓦解了 那如果那些婦女可以在家工作的話 不一定是做肥皂的 其實可以做手工藝品 例如他們在家裡套布袋 那些布袋如果是有機棉布 那其實在香港是賣到的 如果用有機棉布做出來的 有機袋 即有機繁布袋 那其實在香港是賣到的 那一方面 香港會有意識的人會消費 那他們買一些香港製造的產品之餘 讓香港有需要的市民都可以改善到生活 我們小時候我都見過的 很多人家庭就會拿這些膠花 一些小東西 是的 以前有 現在就是沒有了癡膠花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在中國生產這些東西 用機器化的方法是優快 效率高 導致這種手作工業慢慢消失 那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如果真的要進行的話 你覺得會有什麼形式 運作上 在價錢上 在經營上 是可以生存得到呢 我們需要不需要說 我所知道 香港很多這些工業大廈 工廠大廈 是空了的 包括我們自己 在香港仔 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倉房 那我陣裏面 我發現我旁邊 左倫右裡 那些全部都空在這裏 原來香港有很多這些工業大廈 可以這樣說 就是沒有用到的 那他可能在香港 很多這些業主 根本都不贊在 有人租就租一下 沒有人租 那那些錢他都費鬼市買 等他希望可以發展為其他用途 或者被人收購 那聽聞好像黃竹坑那裏 又說有這些跡象 會收購是起酒店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香港是有很多這方面的發展 我們覺得是可以做而未做到的 那好像北南你自己 至少你自己不用拿縱門 自己可以做一個 我不是賣掉 我不是賣掉 我又單親 又 但其實因為我們經常到處走 不是在香港 所以我好體會到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人 很多單身家庭 可能好像我這樣 其實是需要在家裏做事 所以我才會想到 要做回家 因為我時間自由 我可以做不完 我現在有個小小的工場自己做 因為我家裏太小了 總之都是一些比較自由的工作 可以照顧到小朋友 那如果你要請人做 那還能做到嗎 其實請人做是教人自己做 他們可以有他們的地方 其實社區中心 其實這東西 不需要特別大的投資 只要社區中心 願意一起做 其實就可以了 那好像你說工業大廈 其實如果做手工藝的話 因為其實原意是想 那些婦女可以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即是不要有些人 去工廠大廈做事 是的 因為其實transport 都是時間來的 時間很寶貴的 那你其實在我那裏 如果有一批有機面部的 你來那裏拿了幾十米 那你回去做了 做完就交貨 然後就付錢 其實是癡膠花的原理 但是換了一些現代化的東西 其實最需要的support 就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要有意識地消費 支持香港生產的東西 才是最有效 如果他覺得是要買便宜的東西的話 其實你買價錢上便宜的東西回來 例如你買一個很便宜的 大陸製造的 都是有機環保袋 那你便宜的那個 其實誰付出的代價呢 你知不知道其實那個工人 是被剝削的 幫你生產那個 然後誰拿到最多錢呢 其實也是有錢的那個商人 那如果你知道那個產品 是一些婦女做的 可能九成錢 你付出的一百元 有九十元都帶到那個婦女的袋裡 有十元可能去了行政 transport那裏 那其實直接得益的是那個生產者 因為在我們的 所謂經濟帶動的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是疏忽了 看不到我們有另外一個 所謂叫做external cost 就是我們常常想的 cost就是那個產品的 標的價錢 那我有時候去美國呢 去那些mall 那些stationary mall 很大的 香港呢 那些文具店 實際間這樣塞到實際 在美國的文具店 哇整個大大的mall 在那裏 我見到那些產品是便宜到 我簡直都不可思議 怎麼可以幾元雞 就可以做個鬧鐘 有時間 什麼都在那裏 五元十元 這樣就搞定 那就是很明顯呢 那個真正的代價呢 不是我們所看到的 是啊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 上網去看看 有一個片 有一個 有一個website 叫做the story of stuff S-T-U-F-F 這個是很值得去看的 那這位 這位女士 就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全世界去觀察一下 我們那個地球 那個出現的那個生態環境 那她最後呢 就做了這個片段的 那我遲些呢 我就會在網站呢 就會傳送給香港人去看看 那她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很多時候呢 所看到的價錢呢 不是真正的價錢的 那背後的價錢呢 譬如在被人剝削的工人啊 或者在那些 在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天然資源啊 在被這些被人剝削啊 就是不斷地破壞性地採用啊 那導致很多人呢 就是生態的環境破壞 那導致在這些 充滿毒素的工作的環境裏面 那些工人啊 患病啊 那就是你看香港 一百萬人的裏面呢 貧窮的人裏面呢 其實很多是因為長期病患者的 好了 那到他們病的時候 那誰出展來處理他們的健康問題呢 那都是為納稅人的 那所以我們要開始去讀經濟也好 就是了解我們整個問題呢 根源呢 就不是說 只是看我們那個價錢 表面價錢多少啊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你看回我們的政綱呢 就強調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 我們很多的政制度呢 其實呢 只是靠那個制度是解決不了的 很多時候呢 是我要人的因素的 好了 或者休息幾分鐘之後呢 我們會繼續 那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打電話來和我們一起聊一下吧 那我們的電話是2134-1134 行 封閉電話是2134-1134 好 先休息幾分鐘繼續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直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是2882-4848 網址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我們很快就回到我們今晚的題目 其實都是繼續上一次所說 怎樣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好呢 在我們的政綱裡面 我們都強調了貧富餘殊的問題 解決方法都是希望令到人有自力更新的能力 不要太過依賴我們的綜援這方面 當然有些人真的沒有能力的時候 綜援是必需要的 但是如果我可以選擇 為什麼不幫人可以自己謀生呢 其實我們看到 處理這個問題 不只是貧富的人需要這樣做 我記得我在我家裡 我們樓上有個鄰居 她的太太是日本人 她自己是一個很英國人 就是搞音樂的 有一次她的太太跟我說 她在搞一種生意 而是什麼生意呢 她就製造一些特別的手袋 就用一些衣服 可能好像舊的Kemono 他就可以用那些布料 慢慢地拆一些特別的手袋 她打算做了一輪之後 就去擠去 例如Lint Comfort 這個地方賣 這個跟Balance所說的一件事 其實都幾似的 你說這方面已經開始了一些東西 去到什麼階段呢 是啊 其實有些朋友 可能做紡織 會有些布尾 其實是沒有用的 有個朋友收集了這些布匹 她說是沒有用的 然後我聯絡了有些婦女 叫她們拿回家裡 帶環保袋 即現在的購物袋 背心袋 其實這些人 尤其是說無膠袋 香港人很多都會用環保袋 但是外面買的環保袋 有多少是 如果你買的話 真正會令到一些人 改善到生活呢 我看不到有多少 就算是 譬如說Fair Trade的有些包袋 是在內地找一些少數民族做的 那些都是Fair Trade 都是很好的 其實幫到別人改善新計 但是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人 需要被幫助 現在所以有些婦女 幫我載一些包袋 現在都載完了 其實都載完了 但是還未出門 因為我還未做好那個Logo 需要什麼Logo 就是讓人知道 這種包袋是在這種環境下製造出來的 是的 那些人就會知道 可能有95%的銀碼 都會直接去到那個婦女的包袋裡面 這個挺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國 都有很多這方面的Fair Trade 這方面的產品 當然它強調Fair Trade的意思 就是它不會剝削當地的工人 是的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名牌 就是很標榜 它在這些地方做的 但是到底它這間是上市公司的名牌 它到底是被人的所謂那個 那個人工是多少呢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的 其實你們剛才所說的那個運作模式 如果在學術層次來說 其實一路已經討論了很久 有一個叫社會企業的concept 就是說這些社會企業 他們所做的事情 不單是以盈利為優先的考慮 他們考慮的更加優先的是 就是關於對於整個社區 community 究竟他們是有沒有得益呢 這個是他們更加考慮更加宏觀的東西 就是好像譬如說 我自己不是說讀太多社會學的書 但是我印象中就記得有一本 是關於怎樣去幫一些很窮的人 去建立他們自己本身的銀行 這些有一本類似這樣的書 這本書名我忘記了 也很出名的這本書 但是這一類的社會企業 其實在香港 雖然政府說什麼推動社會企業 其實是因為有事 他才會說什麼推動社會企業 例如天水圍那些 他才會說 實際上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決心 有沒有這樣的心去做這些社會企業 去真的推動 好像剛才Bella所說的這一類的社會企業 其實真的很令人懷疑 政府有一個心去推行社會企業 但是政府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想做這件事 沒有適合的人去跟他推動這件事 現在有一個發展局 是專門做社會企業 但是他什麼都做不到出來 有一個這樣的 有啊 沒有埋行廣告的 但是一個project都做不到出來 咦 是啊 那就拿去申請一下 看看政府怎樣 有好好的分析程度 怎樣平成 就是 就做不到出來 唯一可以比較 是做一些什麼合作社 是啊 他們當社會企業 是一些慈善機構所搞的 譬如商業電台 搞過天比高計劃 這就是社會企業 那個具體的東西 好像聽說 找年輕人去做一些 手工藝創作 的確是這一類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有好似那些 譬如說社會福利署 有些什麼創業方 其實是類似這一類的東西 即香港政府那個層次 仍然是停留在這麼低的層次 很虛假的 是啊 其實是 他沒有辦法 因為這群政府這群人 他沒有做過生意 嗯 他這些生人 連一杯檸檬水 都沒有買過的人 你叫他怎樣做這件事 政府的角色 其實應該拿錢出來 拿一群人出來 去找一群能夠懂得做生意的人 Marketers 去做這些事情 但不是啊 如果你找一群做生意的人 其實他們都會用回商業 傳統商業的模式 就是Profit Oriented 就是大型的目標 我是一個Marketer OK Profit很重要 但Profit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嗯 就是OK 我給你賺了所有錢 有什麼用呢 結果你家公司也是要收拾的 沒用的 即是你說的是 long term的goodwill 還是怎樣 即是 你開了公司 除了賺錢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要想的 這間公司能夠繼續經營下去 公司有沒有發展 所有的員工 或者所有的人 到底他們將來的發展會怎樣 產品會不會有新的進展 可不可以開國其他的市場 很多東西 Profit利潤只是其中一件事 而且有一件事 就是找Marketer 有個好處就是 這些人 他會知道怎樣去營運 營運這個商業模式 其實社會企業 應該是由一班Marketer 去做 不過他們那個目標 除了拿利潤之外 還有其他的意思 而如果你說社會企業 他的宗旨 可以說盈利是他比較低層次 可以說是有高低之分 如果你說社會企業來說 他的目標 譬如說 如果他能夠達到一個更大的目標 譬如說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就業 或者令到這個 或者令到這個世界環境的保護 更加好 他們是會犧牲部分 或者全部的Profit 甚至乎去到全部的Profit 去營造這件事 這個不是問題 從來都不是問題 你賺了那塊錢 賺多少Profit 其實是在你的account sheet 那裏想的 那些錢怎樣用 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的是 為何我這麼堅持 找Marketer幫你做 因為Marketer最厲害 開拓市場 去幫你做好一盤生意 他 你做好一盤生意 你有錢 你有資源更好地利用 你才能夠幫助社會 你剛才所說的 你所提出的問題 最終賺得到錢 便可以做到這些 賺得到錢 繼續做 賺得到錢 可以繼續開發新的產品 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 做法可以做得到 但其實我覺得 剛才李先生說得對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想想 Fair Trade 這個branding 在外國來說 即是 消費者 被消費者吸引的 不單止是 其實我看Fair Trade 也很興奮 告訴你 死人咖啡豆 今晚找鬼份 為甚麼 但是它的logo 它的形象 它的Marketing 的確在西方 做得最好的 對 你現在叫做 因為最厲害 我們這班Marketer 做出來 所以 其實 現在外面做的 Fair Trade 其實是一點都不Fair 如果你們看 Fair Trade 認證 是怎樣來的話 你會知道 好像在菲律賓 還用咖啡豆的人 如果他們要拿Fair Trade 認證 是要給EUR 的 不知多少百元 一年 當別人在找Pay索 的時候 你跟別人說 你跟別人說 很簡單 那杯咖啡 10元賣出去 農夫 那個咖啡 種咖啡豆 農夫 種咖啡豆 是很辛苦的 四年才有收成 在四年之內 不要求神派佛 不要有甚麼大的 地震 打風 下雨 那些咖啡豆 是很容易死的 還有那個咖啡豆 由一瓶 去裏面 可以飲用的咖啡 要做很多工序 才能夠做出來 那麼辛苦 那個農夫 10元那杯咖啡 只得到五毫至八毫 那個叫Fair Trade 這個已經叫Fair Trade 如果不是Fair Trade 沙北那些Fair Trade 五毫至八毫 都用Fair Trade 已經是好 如果不是Fair Trade 只有兩毫至一毫 但是他還要付認證費 所以其實 可能剩下的 他買得多了 但可能是差不多 還有沒有那麼多農夫 他們會付得起那個認證費 所以其實 我們是不是要相信第三者 去給我們一張證書 去買那件事 其實如果你直接在街邊 跟外婆買東西 其實已經是很Fair Trade 因為你知道那些錢 直接在下袋子 正如香港 譬如這個手造的環保袋 會在街上賣 如果你知道 你直接知道 每一個袋子是哪一個做的 有他的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問他 喂 你其實放了多少錢 放你的袋子 那麼這個 直接的personal contact 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是現在世界上 缺乏了 經常都是要第三者 來認證一些東西 告訴你 那樣東西是怎樣 那即是很明顯 因為大白地形式 或者Farmers Market Open Market 就可以更加直接 因為 其實剛才所補充一句 為何一定要第三者來認證 因為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產品 這個世界 你想想 真是 這些東西 多元化得太重要的時候 有時候 有些東西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 屬於真 或者屬於假 因為很多東西 如片木運珠 有很多 五花百門 令到你 把你心態上 如果有一件事 認證 是會令我覺得 更安樂 所以在我消費者的心態上面 我看到fair trade 我看到招牌 我買了咖啡 我買了一杯咖啡回來喝 我真的會覺得更安心 這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而我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可以說,如果這個世界的企業,只要那些CEO,那些負責人,他們用不是一個商業考慮的方案,譬如說他們考慮的不是他們的帳數,是考慮的,是一些這一類的另類的issue,譬如說環保這一類,他們會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就是會下年就立刻被人家炒油。 其實是未必的,因為其實政府可以做一件事,因為其實雙銀賺了錢之後,第三個一百萬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分別,是一些數目字而已,我作為一個Marketer,如果政府可以很有效的掌賞我,其實我願意犧牲一些利潤去換一些東西,例如一些榮譽, 例如一些,例如一些,例如我對於社會裏面的掌賞,我願意這樣做,很多人願意這樣做 很明顯,背後就是那個corporation的問題,corporation是一個差不多是,簡單來說是以profit為最終目的,而它是有一個人權,我記得最近都看過這方面的資料,有一個DVD說得很好,分析的corporation的危害性, 反正說得很清楚,請你CEO,原來要增加公司的利潤而已,你看到很多他們的策略都是短期利潤,自己的收入提高了,然後公司怎樣死亡都不管了, 這個問題其實不單止是會影響其他社會方面的,其實他每一間公司都有這個問題的,很多CEO進去,他做很多方法,去炒人,把他扣入很多其他公司仔,令到他的帳目,那個是好像利用高了的, 當然這些這樣的做法是不可以持續的,就是這樣公司都不可以持續的,但對他來說,他可能做一任,一兩任,在他的那個花紅翻得多些,然後他就走路了,然後下一個接手就糟糕了,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明顯的,最後最後是我們的價值觀,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類的經濟活動都認為是由錢那方面為最簡單,最容易測度的標準, 我們會看到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好了,那剛才Bella說了一件事,很多人都可能想過都未必想得那麼透,就算這些fair trade,這些是外國的機構,外國人士,去這些比較落後的國家,來做他的認證,當然很多這些國家,他最多可能生存的那個農作物,就不是這些 就是cash crop的,他可能他自己種自己,就是餐飽餐吃,自己可以養護自己的農作物的方法,我們看到很多例子,譬如有些國家的農民,他們全部種了,譬如菠蘿,或者是香蕉,令到他有大量為這些大機構,大財團,來生產這些年價的產物,最終最終到他的價錢到低到, 他自己連最基本生活的需要都達不到之後,他就陷入貧窮的邊緣,其實這方面資料其實很多的,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想一下網,真的看少點電視,想多點網,這些資料是很多很多的,很容易了解到這個地球上的問題,其實慢慢地可以看出苗頭,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好了,香港這個問題,其實有些可以做得到,我覺得香港政府都是某程度上, 都感覺到,譬如我們發揮一些小販的牌照,那你多一些的行人專用區,或者定期是開拓多一些的,所謂farmers market,過去的新田地,我覺得這個是會將香港的本土文化,本土經濟,是可以是很有效地做到一些事情的,那還有一件事,我們都講到,在我們正中也講到,就是藝術的文化, 我們現在香港似乎的做法,就是建大型的西九龍亞,一個大型的文化館,那我們都看到,那個問題就是,就算目前香港,現在現有的這些文化中心,那些表現,往往都是外國請回來,香港人是去欣賞的,是不多的,往往這些文化活動,是要一些大公司,去贊助的, 就是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說,是強硬找一些公司,拍膊頭,拍三口,叫他賺錢,然後賺到機票也好,那帶他來香港,就是表現多長,那就完結了,那所以,這個所謂的這類文化,香港人一般的得益其實不是很多的,所以我們說呢,經常強調,要發展那個本地的文化,那在,譬如在澳洲,澳洲是政府發一些這樣的, 那叫做Buckster,不知一個特別的名字,其實是street performer,那些街頭表演者那些,那他有牌照的,那我覺得其實香港呢,應該都做回這些的,這些是真正本土的人士,當然香港這類的,有這種能力的人,不知道多不多,但我覺得如果沒有呢,其實有人欣賞的時候呢,就會多的了,其實很多人呢,都知道為什麼不修讀大學的時候,不讀藝術,是因為知道找不到食,在香港,然後就要, 去讀雙科,去讀電腦,那樣,那樣,那樣,那其實很多人都有藝術天分的,那如果香港人是接受,和欣賞,和會付出,就是去支持他們的話呢,那其實是會有很多這些人,會發展到自己呢,那其實是會有很多這些人,會發展到自己呢,那我認識有一位朋友,雖然我未見過他,那是我妹妹的那些,那些Yogi朋友來的,那他本身呢,是一個物理學家來的,那但呢,他一個很厲害的,他可以,就是一個人呢,可以做很多的,玩很多的, 的那些,那些,樂器,樂器的,他可以有彈鋼琴,一路一路打鼓,那樣,他做到呢,就是全世界那樣走的,賺了很多錢的,去到日本呢,電視台呢,直直撤了他,捉了他進去,那樣,跟著又儲了日本的太太,那樣,賺了很多錢,他是一個,一個物理學家來的,好像不知是博士的,但他都放棄了那些,做這些這樣的street performance,那,那,那,我心想,如果香港暫時沒有那麼多的時候呢,我認為呢,我們應該是給這些外來的, 那些street performance,給他們一個special license,他們貴少少啦,香港人,其實現在香港都有的,很少啊,有多少個啊,香港人,我見到沒有,你在西洋賽街,其實你可以說,本幾年前呢,其實沒有那麼多,所謂有些劇團啊,就是會出來呢,是說有些人呢,第一次去表演,做一些宣傳,雖然他們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劇團,去做一些宣傳,然後你,現在有很多劇團啊,譬如音樂劇啊,那些什麼,有梅艷鋒, 有些什麼,比如說,有什麼陳百強、張國榮,那個,還有那個黃家軒的那些軒歌,那些軒歌,其實這一類的,音樂劇呢,都反映了,如果你有一些這樣的行人尊用區,因為這些,發生的地點呢,都是一些行人尊用區上面發生的,像是旺角西洋賽街這些,所以如果你,你 給多些這一類的空間,行人尊用區,他們去, 有很多年輕人能夠去參與這些事情 你會發覺正如你們兩位所說 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整個本土的文化 還有我剛才在未開麥克風之前 我聽到Bella所說 他就說其實很多事情都應該是 為什麼香港永遠都沒有那種本土的意識 那種文化的 其實我會覺得很值得正視 雖然可以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本土文化都已經越來越好 你看到有很多劇團 剛才也說過很多劇團 終於可以用一個商業化的模式 大規模的運作 但是真的要去做多些事情的時候 譬如說要去不去到西九龍文化區這一類大型的表演場地 這種級數 是遠遠遠未夠的 所以現在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應該要怎樣去 然後再進一步去鼓勵多些年輕人發揮他們自己不同的創意 藝術的創意去投入這個社會 感覺到有生命力 你叫人都舒服一點 如果那些人肯支持 即是走過都會放下一些錢的話 他一定可以繼續的 但是他是不是可能是屬於不合法 其實是不合法的 如果可以把這些合法化 其實香港這個城市都會漂亮很多 但是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即是我們的人的下意識 會當這些人不是叫做賣藝 是叫做行黑 其實他們不是的 他們真的是賣藝的 即是我知道 即是這個是一個外國的concept 即是很悲哀的是這件事 當然要靠我們香港人自己去改 總之什麼地方 我記得溫哥華也好 去那個Vancouver Island 我記得最近去那幾個地方 Melbourne、Sickney不用問 去倫敦也是很多的 我知道紐約他們有個市政局 他們簡直是每一年 他們畫了這麼多條街 有些什麼位置是適合做這些表演 於是公佈了出來 每一年有多少個位置 當然是很多的 是是 即是有好又不好 是是 那些人 例如不同的表演者 不同的artists 他就會去給他的建議 我要做些什麼 我可以賺到多少錢 我可以表演什麼 和什麼人去表演 他們之後很公平 用當地的每一條街 他們都會有些 類似我們現在說的街坊 街坊會這樣 投票的 一人有票 哦 哈哈 你想想 如果你那條街 譬如我喜歡粵劇 我當然會投個粵劇 但是譬如我那條街 我覺得今年看粵劇 即是想看粵劇也很悶 不如今年看西洋畫劇 或者做粵劇 或者做粵劇 那就可以投粵劇 是 於是就是這樣做出來了 嗯 其實這種東西沒有什麼本的 沒有什麼本的 哪有本的 其實就是你做少少東西而已 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做得到 好像說賣藝 是不是天水圍 好像有一幫街坊 他們在那裡自己在歌在舞 這樣好像都會被人趕 是呀是呀 被警察罵 還是 總之被人阻止 那就是好了 如果我們有像外國這樣 有這些叫做street performance license 那它每一個月也好 總之它有一個辦法 它會令到可以公平一點分配 就是不會到時有大家的爭執 其實在外國已經做的事情 香港是絕對可以做的 但是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現在 因為我最近 就是前半年到 跟一幫這些 就是香港政府負責文化的官員 就是他們開會 聽他們說話 我發覺就很糟了 是 因為這幫人根本 就沒有什麼藝術的欣賞 的知識 嗯 他們有藝術欣賞的知識 不過只限於那些所謂國際級表演 對我來想那些名人版的 對呀 他們說的知識 就是看長刊 看網頁 他們知道 嗯 嗯 他們知道那些最主要為之好 但其實他們給一幅畫給他 給兩幅畫給他 一幅是很便宜的 就是亂畫的 一幅是明街 他都分不到哪一幅 打哪一幅的 那這個很多人都分不到 為什麼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你在 譬如在歐洲來講 意大利 找個意大利人 他立即點得出來 告訴你哪一幅打哪一幅 差很遠 即是香港是沒有欣賞 所謂的 欣賞文化 這一種土壤在 最大問題就是 連這班 我就指指這班官員 去做 做這件事 他都沒有這件事 所以就是最大問題 我們香港人欣賞藝術 就是說 他們究竟 他們是用來做一個指標 究竟是不是彰顯 整個國際城市的地位 譬如說 請這些國際藝術家過來 然後 就變成了 我們這個地方 就變成了 世界很出名 其實他們是用來出名的 這件事才是最嚴重的 因為要這樣做 這樣一定不會入出市 我已經 給了這塊錢 這麼大的錢 餅了這堆 國際有名的東西 他做不了一整天 但是 有什麼事都不會落我那裏 所以我們香港 早前不是有所謂的 維港巨星會 即是現在搞過 西高龍文化 什麼文言藝術區 其實就是 地產主義的 極大化 的一種象徵 那他們就 那你不用怕 那個西高龍我包他死定了 你整個 幾百億 整個這麼大的牆 我都不知道他擺什麼 你告訴我 那個展覽館 擺什麼畫 我想他們現在先起了 他們都不理 好像數碼講 你起了 好了 我給你起了出來 那你 你都要畫畫的 你都要 你那個展覽館 掛什麼畫 那周不時 那我不是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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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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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陸有個很特別的知識 就是 這個世界所有的名畫 他都可以 臨無得非常像 但是 你會被人笑 會做國際笑話 那不用怕 其實 火舞 有高級 有低級 最高級的 你未必看得到 你可以說 火舞到 蒙奈麗莎 你微笑 我那個知覺才是真 就是 放在羅浮宮 那個是假的 那這個就是 香港的地位 香港的 國際地位 那就是 最終就是 一個方向 我們看到的 香港那些 很多地方的問題 不是說沒有辦法解決到的 而我們所說的 提出的解決方法 其實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我們只不過在外國 去一些旅遊的地方 我們在管遊客 當然去這些地方看的 我印象深刻 就是這些 street performance 那其實聽說 香港是不去做的 其實是絕對可以做的 香港那個 小販的牌照 不是沒有 試過都有的 只不過我們慢慢的 慢慢的 取消了 你知道大牌照 只剩下哪個牌照 不知道 28個 哈哈 28個牌照 只剩下 好了 還有一個地方 我想到 例如我們 在那個 介德機場 舊地址 他就會想著 是 做一個大的 所謂 Ocean Terminal 我覺得 在那個 這麼大的地方裡面 是畫出一個地 一百的土地 是專門給香港人 擺放這個檔灘的 因為作為一個遊客 他真的要看新的建築物 你猜真的 只是看香港看嗎 你不就去Dubai那些 香港多多聲 任何大城市都看的 你看外國 我們去的地方 倫敦 巴黎 都是那些 有特色的 有特色的 香港人 真的不可以和你 鬥大建築物 鬥大建築物 那就是去埔東 一百個大建築物 一百個大建築物 也不是行商場 全世界都有那些新建築物 是的 我覺得 為何這個方向 香港人為何一直都看不到呢 很明顯 好像Francis 都強調 我們香港的政府 是很受這些 地產的大財團 是牽著我給我走 那如果他們的經濟發展 是令到香港人普遍 可以受惠得到 我都算 是吧 但你很看的情況 根本就不是 那香港的更好大行動 就經常都強調 就是要了解的問題 第一要知道 問題是甚麼問題 是吧 我們經常在問題的表面 邊緣 來討論 是沒甚麼用的 一了解到問題 但是重心在哪裏呢 那我們下一步 是了解問題的為甚麼出現 那知道當問題出現 那很容易解決方案 就很容易走出來的 那這是我們香港的更好大行動 那還有我們香港 希望在我們的政光裏面 和將來在立法會裏面 我們可以在另外一個層面 為香港做多些事的 好了 那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 就可以繼續的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